然後因為騎車過程一整天可能會騎80到120公里 很累 那環島總共有幾晚 九天八夜總共有八晚 我們安排四晚的溫泉飯店 讓大家騎完車可以好好享受 那我們剛剛講完離島呢 我們現在回來台灣本島 那我們來講環島 那其實環島是許多人人生清淡中必完成的一個選項 那用什麼方式來環島呢 有些人選擇坐火車 有些人選擇開車 那有些人選擇用單車來旅行 那我個人認為呢 單車是一個很好來認識台灣這塊寶島的地方 你可以去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景致 去深入更多不一樣的鄉鎮 那走走停停你也不會受到限制 那我們這次就邀請夏美和Sam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在台灣這塊環島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夏美 大家好我是Sam 那我想要首先請問夏美跟Sam 你們還記得你們第一次環島是什麼時候 當然記得啊 因為我們第一次環島就是今年 然後你們今天才第一次環島 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帶車友出國騎單車嘛 我們在國外的單車里程數其實比台灣還多耶 然後我們從來沒有時間去環島 因為環島 因為環島你一次需要大概八天到九天以上的時間嘛 那我們就是今年終於有假了 所以我們就來進行環島 我們一次去騎了十六天 非常的長 因為我們想說台灣就這麼漂亮這麼美麗 而且花東的海岸線真的很美 那我們就一次安排剛好因為有過年的年假 然後我們就安排了十六天去環島 那會覺得其實環島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很美耶 看到很多很美的風景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在地有溫度的 那很多人都會說搭車太快 然後走路太慢 那騎單車真的是最好的速度 那那時候因為環島就有分有九百公里 大環就是小環島是九百公里嘛 那大環島是一千兩百公里 那你至少小環島也是要八到九天 那大環島一定要十到十二天嘛 所以時間就真的非常重要 那Sam呢 你第一次環島也是跟廈門一樣 你們兩個一起來做這個環島嗎 其實大概之前 基本上一些台灣知名的路線也都有騎過 只是之前可能是因為活動 或者說其他理由是分段分段式的 真的是一次有這個時間去把它完成 就是跟今年年初的這個 其實說到分段環島 我去年年底剛好跟交通部長跟長官們 一起來進行就是環島 但是我們都騎美麗的地方 然後比較就是喔車多的地方 我們搭車來做一個就是轉接 那我覺得那感覺也是很好 這也是一種方式 對 算是4加2比較 對4加2而且比較深度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你們個人認為像下面剛才說的 開車太快走路太慢 那你認為騎車究竟 可以帶你去哪些地方 你有什麼樣不一樣的體驗 騎車來講 單車環島跟開車真的就很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什麼美景 你沒有辦法停下來拍照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到了新竹的17公里海岸線 你只能開在車道啊 你沒有辦法騎在自行車道裡面 欣賞美麗的海岸線 還有像是比如說我們來到了台東 我們會騎車就是從那個壽卡上去嘛 一路下滑到我們的那個太馬里附近 那那邊的話你可以看到 就是擁抱七色海的美景 那太平洋真的是一望無際 那你當下就可以騎車來拍照 那還有的話我們環島 其實我會推薦大家 會想說我們要順時針環島還是密時針環島比較好 那像我個人我就是推崇可以逆時針 為什麼可以逆時針 因為你就是很靠近的海岸線騎車 你在花東的話 你也是在海岸線那一邊騎車 你不用想說我要拍美麗的海景 但是我要過馬路相對就比較危險 那逆時針的話呢 我會推薦可以有東北季風的季節去騎 就是10月過後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們比較 比較城市比較多車的西部 我們可以就是透過東北季風 比較快速的騎過去 然後東北因為我們會走走停停嘛 雖然有一點逆風 但是你有美景搭配就非常的無敵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目前動感旅行針對在環島這個部分 有推出什麼樣的行程 就是在行程安排的部分 也是像你們這樣16天來完成環島的 如果要16天我們可以幫你客製化 但是環島的話我們有規劃9天的行程 現在來講我們大概還是以最基本盤 就是說大多數的車友的時間跟體能 可以平均分配了9天這樣的一個規劃為主 但是我們在出發地來講 從台北還有說 新竹台中高雄都可以 而且啊就是我們9天一定會 盡量讓大家跨兩個週末 你只要請假5天就好了 降低大家請假的這個 對那個被老闆罵的風險 沒有跟同事先不要罵 沒錯 有時候你出去玩啊 同事覺得說哇你出去一趟那麼多天 我們就可以卡兩個週末比較好 是 那在環島這個行程 動感旅行有什麼樣跟 其他的旅行車不一樣的地方嗎 屬於你們的特色 像我們就會推出 我們剛剛在我們介紹動感旅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分享愛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的環島的話 像我們今天又穿回我們這一件泰雅車衣 我們的行程我們會捐贈一部分的費用 來去給泰雅學堂的小朋友來做學習的一個經濟機機 然後再來的話呢我們環島過程中 除了就是逆時之間可以靠近海岸線騎乘以外 我們會搭配在地的美食 比如說到西螺 對因為有美食 西螺一定要吃碗粿 到台南一定要吃浮塵小吃 到池上一定要吃池上便當等等的 然後因為騎車過程一整天可能會騎80到120公里很累 那環島總共有幾晚 九天八夜總共有八晚 我們安排四晚的溫泉飯店 讓大家騎完車可以好好享受 那在那個後備補給車的部分 這邊有一定有 就是補給車是很必備 但是補給車因為我們環島主要是完成大家環島的夢想 我們不會補給車安排人人有味 就是有緊急狀況你可以上車來做休息 那當然啦行李車我們也會幫你準備 因為環島大部分有些人可能一個人或一群人 他們有時候是自己背背包來環島 或者是每一個行李我看到有些車友很可愛 他們是會寄到每一間Seven 所以他一定要記得來去那間Seven取鑑 不然七天後就會送回自己的家 之類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所以我們行李也會有行李車幫大家準備好 那當然啦我們也會有領旗 還有當地的工作人員來做資源 還有攝影團隊 幫大家留下紀錄 也有攝影團隊的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這次年初自己去環島的一個小小的感想 就是說我們兩個去拍 那當然怎麼會互拍他他拍我就是互拍嘛 但是還是有一些這個 就是怎麼講 提神過程中的風景照 對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行李方面我覺得其實也蠻重要 雖然說環島車衣的東西可以收到很小 但是你長時間 而且是多日的背著東西騎 畢竟還是會在你的身體上造成一定的疲憊 我們是覺得說挑戰的過程本來就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不需要再額外給自己太大的負擔 所以說我們大概在企劃的精神上希望說挑戰是有期到 但是說挑戰以外的負擔呢 可以通過我們的服務去幫你做一個這個載運 然後包含領機也好 就讓你可以專心的好好的騎車 享受風景 對其他事就不要去擔心 就用我們來做 還有因為有些車友他們不一定會帶到九套車衣 他們可能只想要帶三到四套 剪片自己的行李 我們會盡量安排可以就是有洗衣機的飯店 讓車友們可以挑戰之餘 晚上就可以可以灌洗一下自己的衣服 然後就太多可能都會想要穿自己的對衣嘛 那就是可以灌洗一下自己的衣服 然後隔天繼續穿的挑戰 了解 那Sam跟夏美今年才完成環島嗎 我這邊想要來問一下你們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情 或是有哪一個哪一段路線是你們覺得 哇這裡風景很漂亮 自己非常喜歡 印象最深刻的喔 我記得我騎到墾丁的時候 我遇到洛杉峰 然後我那個腳踏車啊 真的是我真的騎騎騎 我飛走耶 然後我飛走之外呢 然後就是 就是你只能下來用鉛的 我覺得很危險 所以我們當這一次安排的小環島 我們就是不會騎經過墾丁 我們在恆春那裡就會我們就直接騎到四重溪了 然後到四重溪我們就安排四重溪的溫泉飯店 讓大家好好的休息 那再來除此之外 我們這一次環島 我們還有挑戰的是梳花公路 雖然梳花公路已經有梳花改之後呢 有些部分路段車很少 但是其實行程過程中有一些路段沒有不出花改的話 他車子還是人車其實很近 所以我在騎的過程中會覺得壓力很大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也是讓大家在梳花這個路段直接搭火車 就是可以 就是騎到了我們的那個花蓮 就直接上火車 這是我們好吃的鐵路便當 然後就抵達到宜蘭可以來泡溫泉 然後入住礁溪的溫泉飯店 那San呢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 真的是洛山峰吧 因為第一次牽扯 我們不是山路牽扯是平度 第一次牽扯 因為已經就是你會覺得難以想像說 那個側峰是大到你 對 然後稍微停下來的 然後等峰是稍微比較小的時候再往前推進 就是趕快有點類似步行去通過 那當然就是季節的關係 所以那一段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另外一個印象也算是蠻感動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騎到各地大家都有一些各地的好朋友 會出來幫我們陪騎或帶騎 還有幫我們加碼補給 騎到哪裡都有一些在地的美味小吃 這一次我們自己環島也蠻開心的一件事 所以才會環到16天 因為每一個在地的朋友可能就會幫我們加碼 帶我們去騎哪裡啊 然後就是我們陪我們吃好吃的美食 然後帶我們去加碼一些觀光景點 然後如果是舒嬅來講 其實我們這一次騎感覺是 舒嬅有部分路段是可以騎的 但是坦白講 舊舒嬅還是有些路線不適合真的 車友去挑戰 所以說也許 如果車友有機會去環島的話 我還是建議說可能還是火車 那如果你是專程去騎舒嬅的話 可能還是用挑點的方式 而且騎舒嬅那時候我們發生一個超神奇的事情 因為其實就是 習舒嬅那一天是颱風的前一天 所以風很大 那我們就是要趕快完成 因為我們那個 就是颱風 就是颱風來的前一天 就是好像有一些 我也不知道 就是反正風很大就對了 風很大 然後呢 然後那時候就是 我們在騎騎騎過程中 就是風很大之外 然後我們要把那個龍頭抓緊嘛 很害怕自己我們都被催入太平洋了 然後就是我們一路一路挑戰過後 沒想到我們就是下滑 因為會有上有下嘛 那下滑下到一半的時候 遇到我們宜蘭的好朋友耶 然後呢 那時候其實我還是不太想停下來 因為我想要直接一路下滑到這個舒嬅的觀景台 那就想要一路下滑下去 但想說好朋友都來送咖啡 那我就還是停一下好了 我們就兩台車 腳踏車就停在路邊 然後就是跟他拍拍照啊 結果莫名其妙你知道嗎 他的後輪 我們環島了16天 那時候好像是第14天 他的後輪突然就沒氣了 謝氣 我懷疑他是那個停下來的時候 自己把他戳破 不想起 就是很神奇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你在騎騎過程中 可能你已經有內胎有破的 但是他會慢慢的卸 然後一停他才會全卸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有好朋友在真的很重要 還有有補給車賽很重要 如果那時候我們好朋友不在 他沒有開車來 我們兩個人真的是孤苦無怨 所以參加旅行團的好處 是可以讓你更容易完成你的夢想 因為那時候如果 那時候我們好朋友不在 那他可能他也沒辦法繼續進行環島 因為我們就卡在那邊三條線 而且他請你叫我身上 我背著唱 喔都是你來飛 對對對 所以之後他就上了我們好朋友的車 然後我就繼續騎 一路到我們的南方澳 那我們南方澳的話 就是因為我是宜蘭人 所以我們就有在南方多留幾天 好 如果你有環島夢想的話 其實也可以來找動感旅行社 讓他們來幫你完成這樣的夢想 那如果你想像 夏美跟Sam一樣 一樣走走停停 環島還個20天 那你可以找他們 他們可以幫你們做一個 客製化的一個旅行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